记着我很早的时候就跟你们讲过 是人能宏道不是道能宏人 这个地球上一定要有一批能人 这批能人他要和天地能够连接 然后天地歪了的东西 要通过这一批人把它震过来 这才叫人能宏道 这批人是什么人呢 这批人他必须是圣贤人 也就是不追逐世间的名和地 不是为了谁给了多少钱去干 为了出名去干的 他是为了地球磁场的导政 偏邪了以后人心歪了 身子骨歪了 现在要把它导政 它是成天命 就是法界宇宙的使命 使它来导政这个事件 所以是天底下要有这么一批能人 要有这么一批圣贤人 才能够真正帮助地球这个物理场 回归到正的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大家忽略了你们在这个世间的作用 你只觉得你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你是一个吃饭的工具 你还是一个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这个宇宙立一个正道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如来的种子 但是大部分人是怀揣着这颗种子 一生冤枉而死 从来没使自己的如来种 向深信的土壤中 榨根 然后去开花去结果 所以你虽然有如来种 你拜见了 糟蹋了这颗种子 使它一生没有开花结果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自大 我是如来 众生都是佛 众生都皆堪作佛 但是你忽略了 你那只是一颗种子 你可以长成苹果树 长一堆苹果出来 但是你目前你只是一颗 小小的苹果种子 你需要一片深信的土壤 去把它埋在土里面 埋在土里面去以后 你要给它水分 你要给它阳光 给它肥料 使这个种子才能够真正的长成小幼苗 然后再保护好它 它才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它才能长成一堆苹果 所以很多的 现在学佛的也好 学到的也好 都只是怀揣着一颗种子 而没有使这个种子开花结果 为什么 你缺失了一个圆钉 缺失了一个伯乐 来赏神这个种子 来帮你栽培这颗种子 也就是天底下现在明师难求 日月明的明师难求 出明了 瞎掰扶的 名气大得很的 有的是 但是它不会帮你种树 不会帮你开花结果 你还是冤枉着自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 满足在种子上 而死亡 肉身败坏 肉身死亡 浪费瓷 狭板人身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这些人 这群傻瓜 是和世间各门各派不太一样的一群人 这群人要干什么 要替天地立先 要替生民立命 要替我们冤枉的 有怀传着如来佛种的 这样的一群人 说搞个讨个说法 找个出路 我曾经引导过你们 就是你们放眼 看你们遇到的身边的各个修炼机构 各种宗教团体的组织 有谁在真正的为天地立先 有谁在为这个生民立命 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一群人很多 但是真修实干 能够给天地立先 能够给宇宙 给地球正常的人 你们要去寻找 所以希望在你们这些人身上 你们不要再自卑自贱 那么你们是被选中的一批人 这是你们的荣耀 因为你们的根基在那个地方 说是你们和那些 只有如来种的人不同 你们还懂得去把种子 种在深性的土壤中 使它开花结果 将来你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你们可以开自己的佛花 结自己的佛果 替这个宇宙立个正回来 不要再这么偏斜着 歪这个身子 弓这个腰走路 歪去这个身子做人 2012年 2012月 3 2 4